大家好,我是貴哥 經過這幾天的事件呢 我也收到各位網友的關心 謝謝各位的關心 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有在未來男友的影片裡面看到 上一次我們去山區 是為了要處理盒子的事情 順便給大家直播一下想爆屏 但是由於那個時候的手機的電量不足的關係 所以直播到一半就中斷了 我是在山上的一個亮片 所以 至於這個盒子最後是要怎麼處理 這個盒子最後呢 我把它埋在那個山區 然後並且做了一個封印的動作 這幾天的字幕 當時也在那邊 我希望大家能夠打開 裁入很多魚 超過散歐 但是很難用 真的很難用 但是不時要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当时那一天的情况比较危急 加上我那一天的身体比较虚弱 所以没有办法在那种地方交代 不可厚非吧 毕竟他也是希望想给大家一个交代而已 因为我现在在台南的某一个深山里面 所以这边的收信不是很好 我把那个盒子处理完就回去 那在直播的当下呢 其实也有遇到很多的状况 包括有一些灵动的现象 当地的灵体不断地从我这边靠近 我一天的灵体不断地 我可以留下我们的灵体不断地 但我这边去0000ета 马上台的灵体不断地 是不断地影响 真的不断地影响 把这个灵体不断地影响 所以我们就可以留下这个灵体不断地了 所以我们有频海的灵体不断地 然后这个灵体不断地影响 我相信網路上的這些東西 真的不是可以讓你們這些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這樣隨便網購 然後隨便玩 因為危險性真的很高 因為你不曉得 這種盒子它打開以後會有什麼危險 最怕的就是 這種盒子裡面 它很容易有粉塵或者是細菌 你一打開的時候 那些粉塵細菌就會瞬間的往外衝 那我會消失這麼多天也是因為 這個盒子裡面其實除了不乾淨的東西以外 再來就是裡面的粉塵跟細菌 那我稍微受了一點細菌的感染 所以在家裡躺了幾天 然後也有去醫院 那麼在山上那一天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其實最後我的身體是真的不舒服 沒有人不舒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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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很多不可預期的危險性在裡面 所以我才會說我真的非常不建議 去隨便網購這種票房市場 這種雜七雜霸的東西 有時候這些東西真的是 寧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無 很多時候事情就是這樣 都是要等你經歷過了以後呢 你才會大策大悟 你才會相信 各位觀眾的質疑呢 我覺得也不需要解釋太多了 因為你們的批判 你們的個人言論 只是讓我覺得 我們不屬於同一個階級 所以我不需要跟其他的人一般見識 你們只是因為不了解思想狹函而已 我為什麼要跟一些無知的人一般見識呢 根本沒有必要 所以呢 等你們真正見識過了以後 你們自然而然就會相信我啦 我相信受過我幫助的人 應該也不在少數了啦 所以呢 事實勝於雄辯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觀眾 歡迎你來找我 那麼至於未來難以有他們的部分呢 他們純粹只是為了找我以及紀錄而已 拿起攝影機來拍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類似職業病吧 就是什麼事情你都會想要拿攝影機起來拍 其實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變的 再來就是報警的問題 為什麼沒有報警 你可以試著想看看 如果你去警察局 告訴警察說你的朋友被惡靈抓走了 你的朋友開一個箱子 然後就失蹤了 你跟警察這樣說 你覺得警察會相信你 還是覺得你朋友吸毒 然後跑不見了 可信度會比較高一點 你們自己思考看看就好 所以呢 這次事件到這邊大概也算告一段落了 那我的身體也恢復的差不多 也再次謝謝各位關心我的人 謝謝你們 那很可惜的是 我在整理畫面的時候 有一些畫面 並沒有收錄的很完整 所以呢 也沒有辦法曝光給各位看 那我是覺得非常可惜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鬼哥的影片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老闆 嗯 啊 啊 小嗎